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9日 星期四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思想 先討論天文台更新天氣預測的情況 接下來有機會又熱又冷 最新的預測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邊商 李家超特首說到 最新已經有多少專才來到香港 前十個月有多少萬人來到香港 甚至希望港票能夠當媒人 協助結婚 生兒子買樓 是怎樣的情況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都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估計 維港泳當日 天色明朗 東北季後風殺到 下星期有一區只剩15度 報導的內容提到 天文台預料 一股強烈東北季後風會在周末抵達華南 下週初該區氣溫逐步下降 本港到時亦會估計受到影響 下星期二 11月14日市區最低氣溫跌穿二字頭 只剩下19度 除後一兩日 氣溫稍為回升 不過下星期五 11月17日清晨時分 新界個別地區降至15度 天文台說 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 會在明天緩和 預料一股強烈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周末抵達華南 該區氣溫逐步下降 風勢都頗大 下星期初至中期 華南地區天色逐漸好轉 早晚較涼 預料一股貴後風補充 會在下週後期 持續為廣東沿岸 帶來較涼和乾燥的天氣 天文台預料 明天11月10日大致多雲 有一輪陣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25度至29度 星期日11月12日 維港泳舉行當日 大致多雲 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及乾燥 稍後氣溫逐步下降 氣溫介乎22度至27度 隨著一股強烈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周末抵達 預料本港 下週初也都明顯轉良 下星期二的氣溫降至19至24度 根據分區預報顯示 下星期五 早上7點上水大埔沙田等等 新界多區 氣溫只有18度 個別地區例如石崗 更加只有15度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各位網友可以查看冬天衣服 通常都是去年冬天 礦者就會塞在季度上不理會了 到今年的冬天又拿出來穿 接下來天氣顯著轉良 下星期有一區跌至15度 估計石崗 另外有個別區域 提到上水大埔沙田等等 氣溫也會跌得比較快 各位網友多加注意 天氣和身體健康 另外亦說話說特首就說 頭十個月有多少萬人的人才來到香港 希望港票做媒人協助結婚生子買樓 來自HK01的報道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話說特首就說 頭十個月 已經有7萬位人才來到香港 話說特首今早出席香港高財通人才服務協會 創立典禮支持的時間 希望協會推動高財 融入香港 順利就業 創業生活 就說 最好留在香港結婚生子買樓 希望港票人才 向新來港人才分享自身經驗 鼓勵對方落地生根 貢獻香港 如果可以的話更加要做媒人 為新來港人才介紹男女朋友 李家超有提出三點寄望 其中一點 是鼓勵人才流港持續發展 各協會的代表 都是企業有成的港票人才 貢獻香港同胞發展的重要力量 希望他們向新來港人才分享自身經驗 鼓勵他們落地生根 貢獻香港 如果可以的話 介紹男女朋友給他們也沒問題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頭十個月有七萬位人才已經來香港 接下來陸續有來 特首就說 希望港票能夠做媒人 協助他們結婚生子買樓 落地生根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特首就說 可以介紹男女朋友給這些高材來到香港 讓他們安心在香港落地生根 其實既要吸引人才 也要留住人才才行 香港人才現在 面對著移民潮 或者經濟不斷 越來越差的情況下 有機會留不住本地本來的人才 就好像本地的消費力 本來本地的消費力也很強勁 甚至疫情也撐起本地經濟 不過現在就已經不上了 去到深圳就消費 深圳也謝謝你也來不及 這個消息大家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 另外也說說這宗治安情況 根據HK01的報導 警方破獲51宗騙案 涉及9080萬 拘捕了70人 當中有個13歲的女學生 借戶口被捕 報導的內文看到 話說警方在過去四星期 進行針對打擊詐騙案 還有洗黑錢案件 拘捕了70人 一共是42男28女 年齡介乎13至64歲 涉嫌與51宗詐騙案 和洗黑錢案有關 包括投資 網上情願 網購 電話刷單賺佣金 假務官員 猜猜我是誰 被捕人主要都是傀儡戶口的持有人 案件共涉及178位受害者 損失的總金額高達9080萬元 其中一名的13歲女學生 在追星群組認識騙圖 並借出了她的電子支付戶口 給對方 收取騙款被捕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在說年紀最小 13歲大 據報這個13歲的女學生 在追星群組 追明星的WhatsApp群組 認識了騙圖 結果借出了自己的銀行戶口 給人借來收錢 結果被捕 估計她自己也污傻 但相關的騙案和這類集團的組織 做法都很類似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若然家中有小朋友 有銀行戶口 記得叫他們盡量保護好銀行的安全 以免野上官費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的進展 話說近日有個NFT的無聊完成會 在音樂節結束的時間 有多位參加者 感覺到眼睛腫痛 疑似被舞台燈光的紫外線 已經出傷了 最新的發展如何 來自HK01的報道 學者指說蠻症嚴重者 可以引致黃斑點病變 造成永久傷害 報道內文提到 NFT無聊完成會 音樂節上星期結束後 多位參加者說眼睛感到總統 被舞台燈光的紫外線 部分患者指患上了 俗稱說蠻症的光害性 角膜炎 醫管局核下的急診室 至少六中 懷疑出席的活動過後 出現眼部不適的個案 中大學者就說 事件當中的參加者 主要都是角膜受損 一般總統幾日 但嚴重者是可以引致黃斑點病變 導致視力下降 他解釋 眼睛受損的程度 受到參加者與光源的距離 直線光線與否影響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上星期尾 有一個音樂節結束後 很多人在台下眼睛感到不舒服 醫管局的急診室 證實了至少六中懷疑出席的活動過後的眼部不適的個案 學者警告 這個說蠻症如果太嚴重 可能會引致黃斑點的病變 是一個永久的傷害 暫時未知事態的發展 相關的大會是做NFT 即是網上投資 基本上都貴貴的 因為NFT近年已經指 95%的NFT 價值已經下降到$0 簡單來說 很多人當年用了很多的錢 天價 Bitcoin 來買入這些NFT 最終發現 好像龐氏騙局 最近這個NFT的無聊完成會 搞了一個音樂指 結果令到台下多達 至少六個參加者的眼睛 出現了問題 我是邝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